这周国庆节我们做个短点的节目 欢度国庆迎接十九大 热衷理财的人不少属于所谓中产阶级 这个阶级的人有一个小尴尬 就是遇到假期想去美术馆里熏陶自己或者小孩 但是内心里却无法欣赏当代艺术 这类人对艺术有自己的理解 人在观看艺术作品的时候 脑子里有一片空白的画布 光透过眼睛在这张画布上成像 每个人看到的东西都差不多 如果你觉得丑的东西有人觉得美 那个人一定是在装腔做事 附庸风雅 当然还有一种对看艺术的解读 站在艺术品面前 脑子里并没有那一片白色的画布 每个人的教育经历不一样 他们看到的作品虽然颜色形状是一样的 但是主观感受完全不同 持第一种观点的人 虽然早就不以共产主义者自居 但他们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 有很相似的地方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 有一些真理是恒定不变的 那些觉得丑的艺术品美的人 我在假性意识里需要改造 所谓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 批评马克思主义理论说 重口难调 冷暖自知 国家还是不要瞎计划商品的数量和价格了 奇怪的是 现在不少中产阶级 他们在经济理论上 认同奥地利学派的观点 但是走进美术馆 一下子又变回了马克思主义者 牢牢抓住看得懂的真理 离去理解看不懂的作品 和尊重喜欢这些作品的人 还有一段距离 这段距离有多长 再怎么变化 是个有趣的问题 很多投资人和经济学家 一到开始底大的时候 难免会去追问一些宏观的问题 其实他们可以去美术馆里走走 或许能找到一些答案 感谢收看忍者HM 每周一推送一条理财短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给我们点赞 如果能推荐给对投资理财 有兴趣的朋友们 那就更好了